在茫茫人海相遇,多不容易,在亿万人中相遇,更多神奇,所以且行且珍惜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禅世界,本期要分享的是,上坟剑三样,加星子孙旺,指的是奶三样,上坟有何讲究,点个订阅,共同感悟? 纵使千年铁剑四,终须一个土馒头红楼梦的这句话说,得非常的通透,人生的归宿终是在黄泉之下,我们对亲人再多的留恋和不舍,也无法改变自然规律,面对逝去的亲人,我们能做的,就只有年年上坟了,中国对上坟特别的讲究,有着许多的规矩,留下来的俗语也很多,其中很多是禁忌,碰上了不是对王者不好,就是对生者不利,让人心生恐惧, 不过今天我们来说,一个吉利的,那就是俗语上坟剑三样,加星子孙旺,就是说,如果你上坟的时候,看到了这三样东西,就特别吉利,不仅自己好,连你的孩子们都好,那么,到底是哪三样东西这么吉利呢?我们今天来聊聊,青烟,估计很多人都会感到很惊讶,对于青烟,我们也并不陌生,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大家开玩笑说,你们家祖坟上冒青烟了,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,就是说,一个人非常有出息,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大成就,就连埋藏在地下的老祖宗,都感到非常骄傲,显灵了,所以说,祖坟上或者说坟墓上出现了青烟,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和庆祝的事情,当然这样的事情,我们也只是道听途说,并没有亲眼见过,一般来说,土葬基本上很难看到青烟, 除非是有人把东西给点着了,这样的烟也只是普通的烟物,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青烟,不过根据一些古籍的记载,青烟这个东西也的确存在过,不过那都是在一些大户人家的祖坟里,但凡祖坟旁边冒青烟,一般都说明先辈们显灵了,是要给整个家族带来好运的,不仅子孙们会很有出息, 而且家里也会日进抖金,事事顺利,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,当然,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传说,没有科学的依据,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盼,根据我们现代科学的推论,青烟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化学现象,和坟墓里面的土壤是有着密切关系的,据说坟墓旁边的土壤和我们日常所见的土壤成分不一样,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成分,溶点很低,已遇到比较高温的天气, 就会被点燃,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烟,而且这种物质的颜色比较特殊,一般不是白色就是青色,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黑色,所以青烟的名称就这样来了,其实这种现象一点也不灵异,和我们常说的鬼火是一样的,虽然听起来很惊悚可怕,但其实完全用科学道理能够解释清楚,我们之所以会在墓地旁边看见鬼火,就是因为里面有一种叫做灵的元素, 灵是众所周知的低燃点化学元素,基本上在高温的天气,或者一遇到明火,就会被燃烧,更值得一提的是,这种元素会根据人的运动轨迹,做相应的运动变化,也就是说,如果一个人快速跑步,就会产生微弱的风,那么它也会随着空气的带动向前移动,因此就会出现既有趣又可怕的一幕。 狐狸 很多人都会在清明上坟的时候带去铁锹之类的工具,为祖先的坟墓增填一些新的土。 很多时候,子孙后代在为祖先坟墓填土的时候,有时候可能会在坟墓旁看到狐狸在坟墓旁边安家打洞,古人就会将其视为一种富贵吉祥的象征,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有一种说法认为,狐狸会居住在祖先居住的地方,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狐狸具有灵性,而且狐狸的智慧和精敏性也使人们将其视为神秘的存在,因此,人们认为狐狸居住的地方就是好地方,这是一种对狐狸的崇拜和尊敬。 然而,这只是一个片面的认知,实际上,狐狸本身是很聪明的,它们选择居住在人们一般不会去的地方,也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,就像俗话说的那样,宁住孤坟,不进庙门,狐狸会选择一些偏远,安静的地方居住,这些地方通常是人们不会去的地方,因此也相对安全,狐狸也会选择一个好地方居住。 所以,有狐狸的地方,也就说明这个地方还不错。 此外,狐狸的狐字与副字在发音上很接近,这也是人们喜欢将其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原因,在一些文化中,狐狸被认为是财富和好运的象征,会给人们带来好运和财富,这种信仰和传说也成为了人们追求幸福和成功的一种寄托。 然而,这些都只是人们对狐狸的一种想象和赋予其特殊的寓意。 实际上,狐狸是一种独特的动物,它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智慧,而且在其身上也体现出了自然界的魅力和神秘。 焚鸟 除了狐狸之外,还有一种代表着吉祥的动物,这种动物被称之为粉鸟,只不过,粉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,目前来说是没有相关的依据可以查证粉鸟是哪一种鸟类,也没有人见过这种鸟类的出现,其存在的真实性以及所对应的鸟类名称还有待进一步考究。 不过根据民间的传言,相传粉鸟是凤凰的后代,与凤凰不同的是,粉鸟比凤凰少了一条彩色的尾巴,它只有五种颜色的尾巴,代表着人生的五种苦难,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征,那是因为粉鸟留恋人间。 后与粉鸟结合,所以才少了一条尾巴,别看它少了一条尾巴,但是怎么说,也是凤凰的后裔,所代表的寓意很好的,本身也是非常高贵的一种鸟类。 我们都知道,良情则末而期,凤凰所选择的七夕树木,一般都是梧桐树,或是其他一些传说中的神术。 粉鸟虽然比不上凤凰那样有神性,但是同样也会选择好的风水宝地,作为自己的七夕地。 所以,谁要是看到自己家的祖坟上出现了粉鸟,那这个地方,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好地方,这里的风水格局,也绝对是上等的。 那有这样的祖坟,未来家族也是避讳兴旺,子孙在将来也能够享受荣华富贵。 还有就是,在古代有钱或有权之人,有些会在棺材克坟鸟,以求防盗。 盗墓贼在下斗的时候,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凡是见到墓里有供奉这种鸟,都不会动墓里的一分一毫,因为坟鸟代表着人生五种苦难,谁要是触犯了它,它就将这五种苦难给这些触犯它的人,结合这些原因来看。 相信大家也能够明白为什么古人会喜欢坟鸟,凡是有坟鸟守护的坟,不仅会防止被盗取,而且都是藏风俱气的好地方。 每当了解这些俗语时,总会被古人的想象力折服,在面对祭祀这样的头等大事上,他们抓住一切蛛丝马迹,运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知识,只为给祖先多寻得一些保佑,为后世多祈求一些好运。 虽也有迷信、愚昧的成分存在,但也组成了中华特殊的祭奠文化。 即便如今我们拥有科学和理性祭祀的条件,也需尊重传统的经验和文化,进行良好的中和,不可一味批判和摒弃。 老祖宗说得上坟应该带的三样东西,在细细品味之后,还是有一定道理的,至于后半句,后代子孙旺则没有直接关系。 后代子孙到底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还得靠自己去争取和努力,有了这三种心态,才是成功的前提。 师父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,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。